但是水路就不一樣囉 水路的包裹是怎樣 一條線一條線一條線 所以說各位 你們去島這邊有機會 白天一品店前面兩隻路 那個路絕對是梅花路 不是水路 水路的話絕對會自然在你們看不到的地方 對 那你們在早上的時候 也有機會可以去島 梅花路它是組一種群居的動物 群居的動物 他們會一整群一整個 偶爾會有一些是落單的 那些落單的通常都是那些群組排斥的 或者是說 他們離開去流浪的 那正常一個路群裡面呢 會有一隻公路 其他都共能路跟小路 那有另外一隻公路啊 想要霸占這些母路跟小路的時候 他們兩隻公路就要他們從頭上的角 進行決鬥 公的會比較少,母的比較多 那這個山坡上面的這邊 有三隻吧 這應該都算是小路而已 小路而已 大哥你跑到那邊要小心一點 好的 那在綠島當地啊 既有人在飼養梅花路頭 那這些吃完梅花路頭要幹嘛 各位知道嗎 路龍 耳朵的毛 好 那各位有沒有下去看一下我們的石觀音呢 有嗎 那等一下我大概跟你講一下 綠島的石觀音 在哪個位置 那相信另外有來過這邊的朋友們 如果你們觀音棟看完之後啊 你們應該要走去另外一邊嘛 那你們下去另外一邊的時候啊 只會看到一個牌子 那我們等一下看東西的時候呢 兩個原則 第一個 我的燈光照哪裡 各位去看哪裡 第二個原則 第二個原則 這個原則 就是我燈光照的時候呢 請各位 發揮各位的想像力 想像力喔 想像我們 想像力 可以在這個地方啊 我們夜遊是要靠各位想像 看得到哪裡 好嗎 那我們接下來我們往裡面走 不只接受我們的觀音棟齁 我先讓各位了解一下 綠島觀音棟是什麼樣的地形 各位知道嗎 什麼地形 棕乳石地形 然後各位知道 棕乳石是怎麼形成的嗎 滴 來我們看一下這邊 喔 有人講對了喔 滴水 各位看一下這個 尖尖的這個 棕乳石的行程呢 主要由上面這個地方 慢慢的這樣滴水 慢慢的累積 下面這樣慢慢的長出來 兩個結合在一起 成為棕乳石柱 然而結合成棕乳石洞 那各位知道 上面這個尖尖的 它跟名稱叫什麼名稱知道嗎 尖尖的這個地方 施 尖尖的 施 我都說尖尖的了 是什麼 施 施 施 下面這個像筍子這個 叫什麼 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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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各位 不要小看這個棕乳石 中乳石它 實斤跟ANA 各位不要用手去碰 因為當你沒用手去碰了之後 它就會停止成長 就會停止成長 所以 各位如果明天有機會來的話 或是要先散發我們的我在妹妹妹кра祐的時候 記得不要這座中 우리는 好嗎 那我們看一下我們的觀音娘娘齁 欸我剛才說過了齁 要成為石筍 要成為石筍 它主要要有什麼 要有上面的什麼 時間 要有時間 但是我們的觀音娘娘啊 它是完全沒有時間 直接從下面冒出來的 那關於綠島觀音洞的觀音娘娘娘有兩個傳說 第一個是比較省一點的 第一個勒 就是當時候綠島遊齁 出海出去浮雲 遇到大風大浪 沒辦法回來綠 當時候在綠島觀音地方上方 就浮現一個 Dak音娘娘娘娘 綠島人 到了這個神機 回來道 綠島 也是在這個神基的下面呢 發現了這個洞 裡面就找到了這尊 很像石關音的觀音娘娘 我們是開始搶相對她模篩 第二個講法呢 當此感想 它很像一種動物 像一隻龍 龙的頭 然後相傳有一句話啊 叫做 神龍不見聞 但是我們這條龍呢 它有尾巴 也有身體 它是盤聚在整個觀音棟的下方 你們等一下有機會給大家看一下龍頭 那我們等一下我們會看到龍尾 好嗎? 它是側身做的 有看出來嗎? 有 這一尊就是綠藻的觀音棚 那邊一尊這邊一尊 這是同一尊 你看到 臉 我現在用巴爾山的臉 身體 腳盤做的地方 那下面那個鬚鬚的勒 基本上啊 不是這隻豬的嗎? 正常菩薩下面都會做什麼? 蓮花 這邊就是他們的蓮花座 所以這隻豬啊 那會有人在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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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 好 各位 不會在一起 但是各位知道 死獅子有分公跟母嗎? 知道嗎? 有分公跟母喔 通常都是男主女優 男主女優 那各位 我身後這隻死獅子是公男母的 母的 母的 有沒有別的答案 公的 公的 各位知道怎麼分辨嗎? 第一個 怎麼分辨死獅子的公跟母 第一個 看他腳上踩的東西是什麼 來看一下 這是公的 小獅子 他踩著一隻小獅子 好 那各位 看一下那一隻腳上踩 哈哈 可以看一下 小獅子 看一下 各位知道為什麼公司 不是說籠籌旅用嗎? 這樣就不對了 對啊 球啊 古時候啊 一般的老百姓 是不可能可以玩到球這種東西 球只有帝王世家 或者是一些貴族之地 才有辦法拿到球 拿到球 各位不會覺得很奇怪嗎? 為什麼關於東的獅子 就是獅子會是在 右邊 不是 因為我們要看 橘子 男左女右的方式 主要是要看說 神在哪個位置 我們要以神的角度 像鳳梨 我之前有客人啊 來到綠島 看了林頭樹之後 回去跟他朋友講說 你們知道 綠島的鳳梨 是長在樹上的嗎? 那個不是鳳梨 那是林頭樹的果實 林頭果 那林頭果呢 他可以吃喔 可以吃的 主要是怎樣 這邊的人很少直接把它拿來吃 都拿來泡茶 泡茶 他可以解熱 解熱 如果說你們有中暑或怎樣的話 喝那個還蠻不錯的 那這種竹街蟲呢 他一生當中都活在這個林頭樹上面 那相對的 他的顏色 就可以讓他當成他的保護色 但是還是有一些蜘蛛啊 會想要吃他 鳥類正常來說 鳥類看到他同樣的顏色的話 認不出來 他就是有你 可惜 他幾乎 大家看到 我們剛剛植子 剛剛植子 有ONG 他也有 好 有 你 開口